做多個Lab, 玩non-relational 按launch, 上一個不知為何還未停 其實應該crancel就停, 但不攪拌, 任由它放在這裡也無所謂 我們在這裡等一等, 它就幫我們boot上帳戶 boot上了手機, 卡一下名字 卡一下T, 再卡一下LOCK IN 先進入Windows 好, 進入後, 開著Bowser Windows 11 放大它, 打開這裡, 打開Portal 然後Enter 有時很有趣, 不知道是否剛好斷線, 再多一遍 Portal Asura DNS Refresh 嘩, 這麼有趣 先看看 應該突然閃到網 先試一下第二個Tap 唉呀 有些神奇現象, 不知道有甚麼事 為何它不能進入Asura Bring它不能進入 有些有趣, 它開了VM給我 但是VM上不到網 你看到有個地球 地球, 不知道為何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 No Internet 古怪事情發生了 我想也是救不到的 即是, 這樣救也是救不到的 它沒有了Network Card 那我遇到這個不幸情況 我也不知道怎樣做 那我只能夠 然後, 就結束了 即是, 縮起來了 Launch, 結束了它 Cancel 結束了它 Cancel 結束了它 殺了它 OK 好像沒甚麼事了 好像沒甚麼事了 看過Network, 好像沒有爆了這些東西出來 好, 第一次遇到這個問題 不要緊要 嘗試一下才知道會出事 那... 好, 這次是WARRAD 總之遇到這個問題, 就能boot自己了 即是End了LAP再開過 因為LAP Engine 也有時會有時會有巴巴的 OK 密密密密 好, 登入Azure Porto 先 YES了 好, 那我們今次就玩 NoSQL 的東西了 開大一點 NoSQL 的DB, 看看它玩哪一隻 那... 未必是LATER, 啊, 玩Storage Account 而已 那我們現在第一件事要做 在這裏就做個SORI 帳戶 然後應該就會玩Azure Table 那我們現在這裏就 Create a Resources 接著就Storage 旁邊 那你想快點打 但是懶就想按一下, 按一下就Create Create它之後呢 Subscription, 即是你知道給我付錢的帳戶 Resource Group 就說 Create New 會比較好 那什麼名字都沒所謂, 隨便DEMO 接著的名字就重要, 因為名字不准撞 要用全地球不准撞 那我只用IT114-115DEMO 你自己整個名字不要撞, 而且要DOMIN NAME OK DNS 那我接著呢 Tier Standard 然後就Local 版 不要太貴了 便宜可以了 只是一個DAC就好了, 放在Local 那大約有幾部機放 接著我們按Advanced 高階版 Unselect 全部東西 Unselect 全部東西 看一看 View to Advanced Configuration Hurarchy Name Space to Gen2 這個設定可能已經沒有了 即是 因為呢, 其實上一代的 Story account 就未必可以用到Azure data的服務 即是你用不到DataLake 因為它要用DataLake Gen2 那我View to Advanced Configuration 如果你要用DataLake Nave that Option Unselect 你確定有DataLake Unselect 那我現在看一看 Network 其實只是看而已 只是看而已, 因為有時候有時候沒有 但這個Option應該不存在 Hurarchy Name Space 這個Ctrl F 看一看一看 沒有的 只是鏡片 這個Option現在都不存在 下面這裡, Sorry 漏了, 真的有 因為你那裡要玩 要Enable Hurarchy Name Space 可以嗎? 那你才有 Leave this AnOption Unselect 之後都可以開的 那我跟著它, 我不想改了Set 我跟著它, 因為它說 你 你可以改 Option Unselect You will enable it later 所以我們不搞 雖然不搞, 其實也有不同的Setting Networking 問問你會不會有Public 被人上到 其實就 看看而已, 因為現在Public Internet 可以嘛 其實你可以選擇自己的 某一個VPC, 某個範圍 你才可以 甚至乎 某些Setting 即是你沒有Public IP都可以 現在就沒有了 Route Preference 就是先行Microsoft Network 先行外 正常 Data Protection Data Protection 嗯 這些就是Shop Delet 例如Windows的垃圾桶 垃圾桶 你刪除了一些 File放7天才會刷 嗯 即彈吧 你和我即彈吧 不用等7天 總之你和我刪除 即彈吧 那跟著呢 Tracking 即Locking 有關 Version Control 或者Train Feature 提你 Access Control 都不用了 那跟著到最後呢 最重要是橙丑三個Shop Delet 我們就在Next 就會是Encryption 其實Review 其實都不用看Encryption 就說Review 因為我們不看加密 Review 那這次就先起了Storage Account 它在打緊的 它在Review的Setting 等一下它查到可以 你可以按Create Create就知道 這裡要少少時間 少少時間 那跟著呢 我們就會想 好 我們現在在Create 圖中 下到這裡 就按一按 開個Tab 按T 想你下載的File 按Enter 其實它會幫你下載Json 它想你保留了Json 那這樣下載了 Ctrl S Save Save在下載 我們稍後就要 Data Data 等一會兒應該可以了 然後其實我們想要一個Block Container 替我們擺範 原來它不是在玩Data Base 它現在是在擺範的Block Container 的Block Container 好 先給它一些時間 我們等一等 等一等 因為這裡它還沒得到 我們不用做 搞定了 GoTo Resources 我下載了Json 接著呢 我們就要去Containers 行不行?Containers 接著加一個新的Containers 我的名字叫Data Data Axis Level是Private的 即是不會Private的 即是不會Private的 然後就是Storage Browsers 即是可以看這些file 我們這個就不用裝 Web版 Web版我們可以按一按 旁邊可以找到Block Containers 其實Containers即是Block Containers 即是同樣東西 接著呢 我們現在可以試這個Data 我們先加一個Directory Directory 叫Products 吸收到的 唉唷,弄錯字 弄錯了不要緊 弄錯了你就 Data Data 先玩Data 啊?弄不到 不要來,來一次吧 可能我剛才按了Cancel 好,弄到 接著Refresh 看看會有些傻的東西 OK,應該會有的 現在有Products Products 這裡你再 因為這個Web版 沒有那麼聰明 好像現在這樣 其實應該會有的 Folder Folder 有點猜猜猜猜猜 因為其實概念有些問題 因為Folder 就不存在 邏輯上的Folder 不存在 如果你有讀書的字 是做Key 所以你 寫了Folder 你不扔它回去 其實邏輯是不存在的 所以應該會消失了 這些人很搞笑的 真的 這個現象就是這樣 因為其實沒有Folder 這個概念 因為Folder 平的Folder 是Folder 是Folder Path 扯片 所以現在 你叫它這個Folder 你不收 dato 現在會收到大量的話 只要avia 闢得ência 然後現在是這個程度 後你下距離做法 所以我也看過 所以馬上訂一個 ätz 但Data裡其實不存在 可以看到這個 是這個路徑 解釋得很清楚 那就眉錢 是吧 我會收到 你放了Follow之後就應該可以 你放了Follow之後就回到Data 這個Folder就存在到了 這個是上一層的意思 上一層,下一層的意思 看到擺放了 就這樣開了Git的Folder就行 我上了Final,我們做到這裡 上了之後 然後呢 Upload Blocks,選擇Data,選擇Data,選擇Data,選擇Upload 好了,可能Upload錯了 等一下,錯了不要緊,就刪除了 Also Deleted,不用理會,就這樣刪除了 然後再Upload,因為剛才 你怎麼玩也不會死 怎麼玩也不會死 這樣就放下來了 然後再開到Advanced 因為剛才說到Advanced,就應該要Upload to Folder 開到Advanced,就爆開它看看 那爆開它看了之後呢 Upload to Folder 但很有趣 Upload to Folder,就是Product Data 不要有Space 不要有Space,不要有其他東西 然後呢 呃 好 古怪怪的 Upload吧 有點古怪的,其實我不知道做得對不對 因為現在我Data就是Upload Border Data 可能我也弄錯了 其實它說,理論上Upload Border Data 就選擇了Border Data 就選擇了DASON 可以這樣 但我不知道我的層數對不對 因為有可能我弄錯了 但好像對 因為Data 變成Products 而Products 裡面 就上這層 好啦,不要管理會,先玩著 不妥做過吧,也不太難做 拖多次下去 好,交叉了它之後就會 啊 出軌了 那我不太難出軌了,其實沒事的,不用怕的 因為你剛剛弄的東西一定會在這裡 因為你剛剛弄的東西會在這裡 那接著呢,我們就想要第二個file 第二個file的鍵 Typing 接著就 儲存啦 Save as Product 2 嗯 嗯 好 那我們現在回到ASHA Portal 然後呢 Storage Account 這裡側跟 這裡側跟有Data Legend to Upgrade Settings 這個subsession 這個subsession Settings應該在底 應該是接近很底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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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呀,低低地了 看到嗎 Data Legend to Upgrade 剛才說是Enable的 不Enable就是因為現在會upgrade 那麽就 按了它 然後就 Explain 它看看 Review and Agree to Trainers 我想要逐個按 按 嗯嗯 然後再按 按按 Start Validation 看看你可不可以做upgrade 因為其實它很廣的 因為如果你沒有Folder 好像不符合它的 rule 那你現在就在Review 嗯 OK 那麼 看到它在Review 不知道要搞多久 我們掃一下 Storage Account 真的要跟它掃 等等先 那我停一停了 可能要待會 不太久 有幾分鐘 我真的沒有了File 那麼upgrade 如果你的File上面的Naming 不合它要求 即是沒有Folder 即是沒有Folder結構 它應該活不到 所以它就幫它掃 按了upgrade 就給它一點時間 又過了幾分鐘 兩三分鐘 成功呢 就做了這個setting 就upgrade 可以嗎 upgrade 然後現在再翻轉頭 現在翻轉頭去Story Bowser 即是看File 然後就去 Block Containers 接著就點回Data 其實可能真的做多了一個Folder Block Containers Contain Product Data 我現在已經多了一層 那就是Json 1 可以吧 那我再上載到Json 2 看 upload Json 2 OK 其實現在這樣upload 就已經同一個Folder 總之你確定是同一個Folder 兩隻File平排 其實你看看兩隻File的結構 就是一樣的 其實我們是想cure upJson 其實目標是想cure upJson 所以就上去了 一二上去了 嗯 就算低那層應該都行 就算低那層應該都行 這些無所謂 嗯 好 先放著吧 應該最後會做的 好像又不做了 只放了幾句 我們現在在這裡 刪除了 然後呢 刪錯了Story Card 不要緊要開 Sign Explorer 和Sign Story Card 很難用的原因就是寫成這樣 很難用 然後呢 我們現在就去回 File Share 旁邊 File Share 然後 開一個File Share 這個File Share 其實就是 可以Network Mount的 即是可以Mount在你 你家裏又可以 公司又可以 就是Mount的File Share 即是Network版的File Share 你給我Name它 沒有說什麼名字 又沒有說什麼名字 好吧,隨便吧 都說Demo 都不會死的 因為其實兩種Type 是不同 因為它是連接的 現在這裡記得 是做Transaction Optimize 即是它說 你成了很多 Health Free with Bright 就是 又不太快 冷就是做Bed Up 那個就是 寫得快點 我們不要理會 CREATE 接著就是Kick它 很快 那今天的Network 就沒有玩得那麼準確 因為如果玩得那麼準確 按Connect 其實我們可能會在Windows上貼這個command 就可以了 因為這裡有一個script 你玩這段script 即現在你的手機就可以連進去 但我想它沒有叫你玩得那麼準確 即是你玩其他lab之後 你再玩 你就會連線 用File Share 甚至乎 VM在Cloud上 有VM卸了File Share 或者Kubernetes卸了File Share 都可以 這裏就完成了 這裏就再CREATE 另一個東西 這裡又選個 即是在這裡 Kick它 還有另一個type Tables 這裡是Azure Table Azure Table 我們這裡就製了Table 加個Tables 這個是NoSQL Database Copy 我常用的 因為你存資料 你沒所謂 你有個表 有一個表可以 很簡單 Key Value Pair 就夠用了 這裏是連結 召唤它便可以使用 接著是Storage Browsers 接著可以選擇Tables 接著可以打開 接著可以進入Data 很過癮的進入Data便可以按Add Entity 必須要佈置兩條Key 因為這些是不准撞的 因為撞了就不可行 因為其實兩配合合就是PrimaryKey 不准撞 PrimaryKey 接著可以加PrimaryKey 名字叫做什麼? 名字 支援的類別很有彈性 你看到日子、時間、True Force 但其實這裡是人家玩的 因為沒有Schema 除了是頭兩個Field跟你說不撞 就是沒有其他Rule 你說它是文字的可以入文字 你要價錢的 就是PrimaryK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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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上去 Doub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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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2.99 接著就 Insert 就會進入RuleData 進入RuleData 就是1,2 加到Products 那就一個叫做 21 2 Name 其實它很爽 因為它知道你弄開 它就幫你加回 所以不用麻煩 即是它幫你搞好 但是呢 這件東西已經斷了 Discord Discontinued Discontinued 是True Force Boolean Boolean 就是這樣 接著就Insert 第二RuleData 就是2Rule 接著呢 其實你現在就 玩了這麼多東西 那我們就 Next 就試一下 又玩另一個DB 那我們玩這個呢 就... 厲害很多了 這個就是Chrome Mode DB 這個很厲害很多 你按這個位置 基本上就要等15分鐘了 因為這個Chrome Mode DB 是一個戰鬥力很強的Data Base 什麼東西都可以做的 不過就 當然要錢啦 而且不便宜啦 那我們先去頭版 有Create Resources 那這個是Azure上 戰鬥力最強的數據庫 那... 那... 因為它可以很多 全世界扔下去 又可以做NoSQL 那這裏呢 就是Chrome Mode DB 宇宙的Chrome Mode Chrome Mode 那我們這裏呢 就落到來之後 那你們就問了 那Chrome Mode DB 有很多個Data Base 支援Support 可以它扮Cacentra 可以扮NoSQL 它的NoSQL 扮Currus 扮MongoDB 它可以扮Graph Database 因為你開放Enable 之後它就會扮 那隻牌子Data Base 然後就做那個功能 那它就很powerful 那我們這裏呢 就選擇最基本NoSQL 其實這個NoSQL 就像剛才的Azure Table 那個API 那按Create 然後呢 然後呢 就用回你的Resource Group 選擇 NoSQL 選擇Create 那 If you are using what select the existingResource Name Learn 那我不知道為什麼會這樣 但你擺放Resource Group 影響不大 擺放在自己剛才的那裏 那 那帳號名叫Unit 不要撞 那其實我估計 現在叫Subus Wrong 沒有人開過了 那我就擺放自己的名字 你自己弄個名字 不要撞 那有兩個Mode 其實現在比較好一點 因為現在有些玩Serveless 如果不是的話 基本上就什麼都沒有 那其實ForServeless 算一下數 但其實好像也不算真的很便宜 但如果Proversion Throughput 即是你買好頻寬 你用不用這裏付錢 但是現在就 用Proversion Mode 然後就是 Apply 3T Discount 有就這樣 沒有就有它 Limit Total Account Throughput 這樣就unselect 因為它很習慣 它跟你的account有一個總數 即是Massive M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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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著就是Create 不要管 那這裡按 就可以走個圈回頭了 可以走個圈回頭 因為這裡一按就很久了 一按就要15分鐘 你看到這裡按 那我們打一打 Create Data Explorer Data Explorer 那我們打一打 現在就要 又不用三個字 你看到 我是18分開始做的 5分多鐘都可以了 那就Go to resources 去Chromos TV 這隻厲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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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了之後 我們就 嗯... 其實很有趣的 你不跟Massive 都可以接駁 所以它在開啟 Quick Start 就跟你說你用什麼 Language 下載 下載 Driver 如此類推 但我們就不是這樣 我們今天沒有 今天就開了Data Explorer 好了 接著就... 它有些介紹 但我就不看了 其實這裡 中間就有個Quick Start 應該就說這裡 Launch的Quick Start 卡一卡 它就幫我們 撈個SampleDB 即是說 你這樣撈個SampleDB 選個Fruit 類似類 然後再加加加加加 那就行了 那我先不要管它 那我現在幫我們 製作了一個SampleDB 做SampleContainers 嗯... 接著就... HierarchicalKey 全部預設 還有Auto Scaling 那... 很有趣的 其實你要看久一點就知道 它就算過 叫做Fruit 那其實它可以放 Containers 即是每一個 Containers 即是每一個 Containers 上限下限 但你看到 這個價錢都幾厲害了 已經 幾十元 美金 那我關到尾 看見到它這樣 嗯... 看見到SampleContainers 看見到這樣 其實應該是OK的 嗯... 那我記錄下來按OK 那我幫我們撈一個... 撈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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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撈一個Sample的DataB 先出來吧 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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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分钟完成了 搞定了之后,我们现在就说了 这边搜索了Database 然后我们想看看 应该是看一下Items 看一下Items,这边搜索它会较阔一点 如果你拉开,其实有些Data搜索进去 即是你的Object 你会看到这样的Object 你会看到刚才的Product 好,我们现在就说了 我去SampleDB,SampleContainers,Items 其实我可以搜索一个Items 你现在应该可以搜索 所以想搜索Item,就搜索这里 其实搜索Item,就是进入Json 一定有ID不准撞,所以先搜索它 然后再按Tit ID就是12345679 然后你现在就 save 你便会把Item save 到数据库 它很有趣的,你save完之后 你会看到有多些Feel 因为你在CommodeDB里需要e-tech 即是帮你同步去几个国家 所以它多了几个Feel 有些东西在其他地方 然后我们又回到Data Explorer 回到Data Explorer 回到Data Explorer 其实是可以搜索的 可以搜索的 这个Home就是这样 可以搜索的 我们搜索的Item 可以搜索的 可以搜索的 nodebook 或是搜索的 sicle Query Editor 其实这个已经是 如果在Edit 你会看到已经是 即是多了 其实这个就是 Sicle Editor 即是刚才的 那个 但已经不用了 其实已经在走索 所以已经搜索了 所以已经是 那我们说的 Container 玩一下 改一下 即是这里 嗯 可以开一个新的 不是可以Upload 如果我想开一个新的Editor 我好像不够 这个就是CreateTable 这个Container 这个是一个SQL open 一个Curlary 但我想拾一个Curlary 即是这样 那现在是全部来的 那我不要全部 不停在这里 我就是想说它 container 有个名字 叫这个名字 才可以 那我就run 这个Curlary 那FindData 应该有几粒 有几粒 那你用了多少 用了多少 RU 这个计RU 吃了多少笔Data 那看到其实可以Curlary 但这些不是SQL OK 这些不是SQL 即是在利用SQL 但其实它不是SQL database 它是ChromoDB NoSQL 那就可以Curlary 那可以Curlary的Json 那好了 那其实大致是 应该玩到这里 因为你再按一个就没有了 那我们就end了Lab 然后mark atComputer 就是这样做完 可以close window 用了个简单的 明镜 那是两个简单的 每个简单的 标准